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一支富亚沙漠的笔 也是刚好找个朋友借的 是这样,弹笔的268,应该是,对,268 然后富亚沙漠,价格来讲也是很优惠的 大概只要那个百乐的823五分之一左右的一个价格吧 或者再低一点,或者差不多吧 因为每个地方,台湾,马来西亚,香港国内的价格都不是很一样 包装上面来讲看一下怎么样 整根笔一开始看一看还是非常亮眼的 然后整个的,我不懂为什么笔的那个塑料吧 跟平常看到那些产品的那个塑料,怎么讲的特别亮 感觉它整个反光是非常锐利的,这个真搞不懂为什么 然后笔尖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就很多时候你要说刚好扭到,然后对准哪一个位置 我觉得百乐那只我已经忘了 因为那只已经那个卖出去了823的话 因为我主要是用欧比为主嘛 那整根笔,哇,有点小,先猜一下看一看 尺寸的话,对,应该是先给你们看一下尺寸了 嗯,等一下,拿一下笔 好,回来了 尺寸的笔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我视频通常都一起做 然后慢慢发这样子 这个是百力金的M205 能看到它的尺寸 然后这个是万宝龙的146 能看到尺寸,其实差不多 那这种146属于一个中心尺寸 百力金M205 其实是我很喜欢很精致的一支笔 但是它一支唯一的问题就是 呃,比较小,相当于很小 呃,拿起来没那么舒服 146是我拿起来尺寸最刚刚好的 好,那这个笔我们先放一边去 然后尺寸的话就是这样子 大概总长是14厘米左右 打开以后也是能超过12厘米的 基本还是很稳定的一个花灰 呃,笔尖的话就给人感觉非常干净了 刚刚一新拿到手 呃,那上面这个字 不是看得很清楚 上面这个这个我自我什么意思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笔尖的话本身是属于偏大的 不属于说特别小的尖 那对比回去 因为要大笔小笔去对比吗 那能看到这样子一看 左边的百利金那就算是比较小 百利金其实在小笔来讲 它比尖不算小 就小笔来讲啊 然后再下来这个扭的有点小紧 然后呢再下来富亚沙漠 大家都知道吗 就靠一个真空嘛 然后再把墨水给呃,冲上去 说话不是很专业啊 然后这个就这么拿 然后再这么下去 富亚沙漠唯一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说它的寿命到就是 这个沙漠机制到底的一个呃 寿命有多久 这个一直很值得考量的 是很值得考量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下来继续的笔盖 不要盖到后面去 除非是说这根笔真的是很热用 无所谓啊 那当然没有问题 那就大概是这样子 整根笔的话聊也 聊可以聊的也不多 呃,然后这里能看到是 不能扭 这边能看到它是有个透明的那个防水圈啊 现在呃,防水的方法有两种 一个是正常这种防水圈嘛 还有一个就是靠那个呃,防水膏啊 反正现在或者呃,两种都用是肯定最好了 但是两种用通常是保养才会这样子 那这边肯定不能上嘛 上墨的话就是从这里出来嘛 再下来的话其他的呃,整根笔暂时看也没什么 特别的瑕疵 呃,笔尖装的也是非常正 那我这一支的话是什么尖呢 让我看一看 我这一支应该是EF了 反正正常人买最小 我肯定买最小 因为我自己个人本身是喜欢用MGM的 就是说比较顺比较出水比较大的 因为本身呃,签名等等 就是说非书写的我又做的事情我会做比较多 好,然后再下来的话我们先上一下墨 呃,那个最多人喜欢看的一刻嘛 这个基本上就是 然后瓶子暂时用 嗯,百乐的瓶子会比较多 因为它这个薄薄的好收纳 就是塞到一个小脚缝里啊 好,然后再下来我们这样子把这个笔先给粘进去 那上墨我肯定不会上太多了 就基本上这样 呃,尽量让你们看到 哎,好像不是特别 我估计手又弄到了 果然 再下来继续 再来一下 好像在我要再深底部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看到了 好,整根笔就是这样子 呃,富亚山墨就是说很久一种 山墨的时候它很有种疗愈感 而且疗愈感 而且玩起来的时候 可玩性也比较高 我觉得就是说玩它的一个上墨方式 再下来的话就是 现在一 这只是新笔嘛 所以说它本身的一个 呃,也不用担心保养等等的问题 另外的话就是现在看到没这么挂笔嘛 那时间久了那肯定会挂笔 因为里面那个硅油或者等等的包养也开始有老损 这样 好,那再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书写一下了 对,因为我主要是拍一个短视频为主嘛 好,那对比的一个方法还是一样的 这之前有讲过就是 好吧,差点掉了 也是一样我会拿一支原子原子笔来进行一个对比 那这支原子笔也是我之前做过的一个视频 那笔上面其实笔尖的话你能看到它 现在看好像看不出来是打磨方式 有些人说什么刀锋打磨水滴打磨等等的 我这样看好像应该正常水滴行吗 因为没有那个放大镜 看的不是很清楚 好,那先那一个我来书写一下 然后就看一下感觉如何 好,可以了回来了 是这样子,整根笔尖的话还是一贯弹笔的风格 就是说偏硬化为主 那硬化的话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弹性的 不像英雄按键杆笔,英雄一板那一类的 就是说你能压基本上是没什么变化的 触摸来讲也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基本上下限都是非常高,现在的笔 但是我这根应该是,照理来说应该是F间了 我觉得是 但是没有显示,但我是肯定 但这个出息肯定不是M间 不是EF就是F间这样子 但出水来讲还是偏大的 能跟这个原子比来对比一下 能看得到就是说稍微笔画多一点字的话 它就绞成一团了 就基本上就团转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出息来讲的话 能看到这个是正常原原子比0.5的一个出息 那F间应该是跟这个会很接近的 那像0.38的话EF间的话有些比会很出 像特别白粒金什么的 那幕面的话因为没有很多个笔尖给我选 那就那么一个笔尖 所以就对有机会 如果多几个笔尖的话可以讲一下 不同品牌的不同粗细这样子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但是出间有个好处就是说很容易出一个颜色变化 就像国画那种一样大概这样 那如果想再细心看的可以再细心的 就停一停下来看一看这一页这样子 好那大概整根笔的一个评测就这样了 咦 我不知道我刚刚什么时候弄到这个墨水啊 没有关系反正不是很重要这样 不是很影响那个日常使用 不是弄墨问题放心 好那一个评测就到这里 那一个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